三连到位,黑板干碎 赢得每个三连都是up主生发的动力 哈喽大家好,今天是黑八连胜板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EDG对BLG第二场的复盘 思路清晰,先说BP 虽然这一场换到蓝色方 但EDG的班人,还是延续了上一场的思路 杰斯,青钢瘾,都是针对BioBio的英雄池 且之前的视频中我们也提到过 EDG对于一些不稳定因素 一般都会选择班掉 萨勒芬尼就是因此被放入小黑屋 而对BLG来说 现在他们需要针对的英雄实在是太多了 只能做出取舍 但与此同时,BLG也是给EDG设下了一个陷阱 在之前,很多队伍都会选择针对圣枪哥的鳄鱼 但BLG这一次却按掉酒桶,放出了鳄鱼 如果EDG一选鳄鱼 那BLG不但可以拿到BioBio擅长的纳尔去对抗 还能拿到自己想要的版本英雄 对着老干爹时,BLG就用了这个战术 让老干爹第二轮依然能够选到鳄鱼 自己拿纳尔去counter,打出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在第一轮就有三个上单被按掉 且版本T1鳄鱼还在外面的情况下 他们一楼没有选这个圣枪哥的绝活 反而先以抢代班 拿下了艾敏擅长的沙米拉 鳄鱼的选择权给到了BLG 他们自然不能白白让EDG捡到这个便宜 拿下鳄鱼 但这一手鳄鱼 首先是让BLG失去了上单counterweight的优势 其次,因为第一轮出上单 没有出AD的缘故 第二轮能用的AD也被搬了个七七八八 EDG这边选择最稳健的玩法 先出打野加下路组合 把BP的压力给到英雄持极深的圣枪哥和小学弟 尽管被搬掉两个上单 但圣枪哥最后还是掏出了一手剑魔来对抗鳄鱼 而且效果来说相当不错 BLG这边的应对也很灵性 他们用塞纳去对抗沙米拉 之前MAD对FONATIC的时候 也是使用这个队位打出了不错的效果 Z卡最后则利用五楼的选择权 把永恩藏到了最后 双方阵容成型 EDG的阵容是为了下路展开 靠中期沙米拉的强势趁机比赛 而BLG的阵容 同样有着很强的中期强度 后期还有手赛纳兜底 这也再差一句 EDG为什么能够八连胜 其实从这场比赛的BP就能看出几分 在S10赛季 其他队伍对抗EDG时 更多的是在针对中路和下路 其他路很少被分到针对半位 但在S11版本 EDG的上中下野辅 都有着需要被针对的英雄 比如Wiper 不管是卡莎 霞还是沙米拉 甚至于恶菲刘斯 都有着高光的表现 这样对手就会很难去针对他 其次 圣强哥和小学弟 也可以用个人实力 缩短英雄之间的版本差距 而且他不但能够使用鳄鱼 纳尔 酒桶这类商单 还能拿出一手船长 凯瑞比赛 终上的英雄池 让EDG整体的战术可选择性 战术执行力 都有了质的提升 让我们进入本场比赛 双方都是下路帮打 所以打野对于对方的刷野路线 也是有所猜测 这里在野怪刷新前的博弈中 小学弟其实是有一个小细节的 上帝视角来看 小学弟只是平平无奇的 在BLG的F6处插了一个眼 但其实 这个眼是卡视野插下的 虽然周围都是BLG的人 但BLG完全不知道这个眼的存在 这首先为莉莉亚后续反F6提供了基础 其次还化解了永恩一级卡强Q的消耗 开局 莉莉亚公式化的打完红和F6后 靠着五层被动 来到中路压制一波 这也是为了保持被动层数 去反BLG的F6 但这里暴女Q技能 命中天翔走的沙皇 反而是EDG送来了衣血 在开局失利的情况下 EDG反而是抓到机会 开始反击 三分零九秒 BLG下路拿到线权后 瑞尔去EDG野区 做了一个相当深入的探查眼位 想找莉莉亚的位置 而EDG下路组 趁着瑞尔入侵 反客为主 率先来到三级 且囤积了一大波兵线 在三级之后 沙米拉牛头组合的威胁力 就是直线上升了 塞纳和瑞尔只能放线 但之前瑞尔的眼位 一直没有捕捉到莉莉亚 似乎是给了BLG 莉莉亚不在下路的错觉 即使是下路丧失线权 暴女却依然想控下路和谐 而这个决策 让EDG抓到了突破口 在导播视野之外 Swiper先靠走位 躲掉了瑞尔的W 随后下马状态的瑞尔 移动速度骤减 反而是被沙米拉不断拉扯 而这个时候 再打石头人 有五层被动的莉莉亚 也是快速到达战场 Wiper用一个相当极限的W技能 挡掉塞纳W Miko的闪现Q更是果断 EDG下路成功打开了局面 这波带来的影响 可不仅是两个人头 首先 塞纳一大波冰进塔 前期就比较弱势的塔 雪上加霜 其次 EDG冰线进入BLG塔内 下一波冰线汇集点 是偏向于BLG方向 这就代表 BLG的冰线 将会是回推 向EDG方向的 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代表BLG没有双招的下路组 没办法塔下发育 只能出塔和EDG组合 硬碰硬 而这又给了 BLG牛头很大的发挥空间 当然 BLG也是发现了这个问题 且永恩 在6分22秒 抓到了从上往下刷的Lilya 洞悉到了EDG 想抓下的意图 从信号来看 其实BLG是很想接这波团的 这波小团战 其实细节满满 塞纳走位 扭开Lilya的E后 进入的是伪装状态 这个状态 是会被真眼打破的 本来Miko没办法 W伪装状态的塞纳 但插下真眼后 却获得了他的视野 随后开团 不过这里Mark也很细 卡住牛头 WQ连招的间隔 E技能晕住了牛头 反而是让塞纳 来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 本来这波团是打不起来的 但BLG却不想这样三把甘休 想靠着鳄鱼6级的强势期 亮起TP 要打一波4V4的团战 这里鳄鱼第一时间落地后 首先因为 之前在上路推线 他的E W技能 都是在CD7的 其次 因为TP前 没有开大攒怒气 他的怒气其实也不算很好 在极短的时间内 鳄鱼做出了判断 沙米拉有闪现进化 牛头有些肉 而莉莉亚被塞纳W控导 他选择莉莉亚 在这里 Miko的眩晕被动出手 延缓了鳄鱼进场 随后莉莉亚用W强制位移 规避鳄鱼的闪W眩晕 最后建模Q技能 打断鳄鱼的E 这一连串的配合 反而是让鳄鱼自己送掉人头 而且暴女这波团战 因为没有点控配合 但靠着永恩的团战威慑力 和鳄鱼的强度 BLG的中期还是敦服成功 打回来一波的 真正决定胜负的 是17分钟的这波团战 靠着霞虎先锋 BLG中路抱团推进 却被牛头用一个海克斯闪 一锤定音 明明牛头在团战前 出现在F6岔路口出的视野中 为什么BLG会继续推进呢 这里其实是EDG小学弟 和Miko的一波神奇配合 这里先科普一下 扫描排演的机制 当开启扫描 并且去A对方的演时 也会被看到 17分37秒 这里沙皇A演时 BLG也是看到了牛头的 但Miko做了一个 往草丛走的假动作 随后更是利用扫描机制 骗过了BLG所有人 这里没有第一视角 我还原了一下当时的情景 17分38秒 抱举在F6处放了一个夹子 夹子本身提供的视野极小 但小学弟就故意学A 暴露了自己的视野 让BLG放松警惕 注意看这里 小学弟是离得远远的 A这个夹子 扫描的暴露机制 并没有对远处的牛头作效 如果小学弟都往前走几步 却A夹子 那就会暴露Miko的位置了 所以说 两人这波的千层配合 真的非常细 这个时候 在BLG的视野中 也是只有小学弟 在心无旁骛的A夹子 但在视野外 牛头最在贴墙的地方 独条海克斯展现 打了BLG一个措手不及 EDG成胜追击 发育较好的暴女 在这波团战中 完全无法输出 EDG打出0万4 一举拉开了经济优势 奠定胜局 在团战结束后 BW还把镜头 可能他也有些不解 为什么牛头会出现在这里 而在后面 名场面的小龙团战中 鳄鱼第一时间 被堵在龙坑里集火 BLG阵容脱节严重 牛头WQ三人 配合沙米拉完美收割 最后小学弟 也是忍住了自己抢五杀的想法 让Wiper拿下这个五杀 最终 克着经济优势 EDG推上高地 一波结束这场比赛 其实整场比赛看下来 EDG能拿到八连胜 并不是偶然 在之前制作的 EDG转会分析阵容 有提到 Wiper圣江哥来到后 EDG战术体系的变化 比如在S10 小学弟输出 排全中单位第一名 Hope排ED位第八 但在S11 小学弟 排中单位第六 Wiper排ED位第二 下路站出来 分担了一部分中单的压力 EDG的输出侧重 也是出现了一些变化 再比如S10 EDG是LPL峡谷先锋控制率 最高的队伍 但现在 EDG已经将重心 偏向中下 小龙控制率 在LPL登顶 弱化了 峡谷先锋的战术地位 当然 之前提到圣江哥不喜欢插眼 现在他似乎还是不喜欢插眼 但圣江哥的排眼数量 是最多的 根据小黑板定律 我排一个眼 就等于插一个眼 四手五入 也是可以接受了 EDG的新阵容 出现了更多的可能性 他们前期抓到暴女的一点贪心 打出优势 再通过兵线走向 策划四围四小团战 再到后来的一个卡视野细节 彻底结束比赛 当然 这支EDG 也还有着需要提升的地方 后续还是要更多去打磨和提高 这期复盘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更多复盘的小伙伴 可以点点关注 点赞过两万 继续加更 我是超内干的小黑板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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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